那么这个豆腐呢 我们将它切成正方形的小块 大概呢 1.5厘米的厚度吧 咱们要切的时候呢 尽量的把它切贵重一点 尽量的 不能说全部把它切贵重 好 将切好的豆腐呢 放一放备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切这个辣椒 我们将辣椒呢 切紧到切成圈 这样呢 能更好的发达出它的辣度 这个辣椒呢 咱们能吃辣多放啊 不能吃辣少放 这个辣椒很辣的啊 好 顶到切成圈之后呢 我们一手握住刀柄 一手呢 压住这个刀的前头 这样呢 来回 再将它切碎一点 这样是为了方便出味 这样呢 是为了方便它出味 而且呢 看着也比较好看 我们酒店里面呢 都可以这样做 酒店家庭呢 也都可以这样做 好 将所有的辣椒呢 都是同样的切法 将它放入容器中备用 好 那么咱们的豆腐和辣椒 切好之后呢 我们来开始操作啊 煮至这个水煮豆腐呢 我建议大家用砂锅 因为砂锅呢 它能上锅之后呢 能大大的保存这个热量 这个豆腐呢 毕竟这个水煮豆腐凉了之后呢 它的口感也会不好吃 所以呢 我们用砂锅呢 为最好 那么我们将豆腐呢 加入砂锅中 加入砂锅中以后呢 我们先加入清水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第一次加入清水呢 它看上去有点浑浊 这是豆腐里面的原汁 所以呢 我们就要将第一遍的清水 把它倒掉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要用清澈的水 来煮这个豆腐 因为这个豆腐呢 煮出来的汤汁 它不能浑浊 也不能变得浓 一定要清澈 这样的豆腐 才能算煮成功 然后呢 我们继续加入清水啊 这一次呢 加入了清水 我们加入清水的量呢 一定要高于豆腐啊 一定要高于豆腐 至少两厘米以上 好豆腐呢 加入砂锅中之后呢 我们将它放入煤色上来煮制 点火 火 火也太大啊 因为这个水呢 一块快溢出了 不是大的沙光呢 火大大小无所谓 好 我们主要是先将它烧开 先将锅中的水烧开了 我们继续再下鱼 好这个时候呢 咱们锅中那个豆腐的水呢 已经煮开了 咱们把它关洗 中小火 中小火 咱们给它先炖五分钟 这五分钟呢 这五分钟的目的呢 是啊 是为了将豆腐呢 煮熟煮透啊 并且呢 将它煮起泡 这样呢 更容易入味儿啊 调味呢 这些调味料呢 咱们等会儿加 好 五分钟过后呢 我们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呢 砂锅的盖子很烫的啊 我们用毛巾包一下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水呢 一直是清澈的 豆腐呢 已经煮上面 有很多小孔了 这样呢 也就说明这个豆腐呢 已经煮透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调味儿 加入鸡汁 加入鸡汁的目的呢 是在提鲜分味 然后加入食用盐 加盐呢 稍微 增加底味儿 好 调完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切好的辣椒 把它倒进去 我是比较能吃辣的啊 肯定要多放一点 我们这个时候 刚倒进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顺便闻到 这个辣椒的清香味儿啊 特别过瘾 特别过瘾 我们要盖上盖子啊 煮十秒钟 就可以食用了 十秒钟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盖食用了啊 这大家吃的时候呢 用那个勺子 连汤 带豆腐 一起食用 保证呢 保证呢 你一勺下去呢 你的焚身冒汗啊 肯定是爽的过瘾了 对于能吃辣的人来说呢 特别过瘾 特别过瘾了 我挺好 很明显的 哦 不要 您 就是